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 第十五集 蛇颈龙结晶的踪迹 孟小美 孟小美 你没事吧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被巨浪带到小岛上了 小猴好像被冲散了 我们快去找他 小猴 这里不像被面容烟污染过 可是罗盘却一直旋转 不能准确指出恐龙结晶的位置 老大 看来恐龙结晶的位置找到了 这是在提示什么吗 怎么回事 什么声音 谁 为了伟大的首领 为了统治恐龙世界 我是左左 我是幼幼 闪耀吧 是谁 到底是谁 虎龙人变身 你却皇帝王 你却皇帝王 老大他怎么了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你们把小猴怎么了 别再叫了 别别别冷静先冷静 嘿嘿 这可不是我们干的 这可不是我们干的 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小猴 你没事吧 我又听到了蛇进龙呼救的声音 可 这座岛很古怪 不仅你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而且罗盘也无法确认恐龙结晶的具体方向 哎呀恐龙结晶到底在哪 别别再叫了 别再叫了 别再叫了 小猴之前听到声音也是在这里 一定有古怪 我们仔细找找 这块空地之中 是不是连起来的 我先为的高鞋看看 谁要把龙之星 古龙战士猫小美变身 整个岛是蛇颈龙的形状 中间这块空地像是龙之星的形状 问题可能出现在这里 难道要打倒这棵树 狗刀双变 怎么回事 树和地面都有干裂的痕迹 是不是要浇水 我变身试试看 小猴 小猴 你先休息一下 我们想想别的办法 我可以的 恐龙战士小猴变身 水弹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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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成功了 蛇颈龙我们坚持一下 今天我们收集到了蛇颈龙结晶 蛇颈龙的个体较大 而且脖颈很长 它们生活在水中 不仅蔑食鱼类 还会利用长长的脖颈 伸到海底 溺食各种贝壳类 软体类的动物 小猴为了拿到蛇颈龙结晶晕倒了 它到底怎么样了 赶紧收看下一集吧 不要走开哦